我们要说清楚,我们针对的是亲共的政客 去做特区政府的官员 或者是深红的政客,甚至是受中联办控制的政客 政务官,他变为政客也好 他有些基本的信念都是与政务官一致的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最少这个是表面现象,然后你说你不信 他说我不信胡苏貞的时候,那真是无话可说 为什么呢?到最后建基于你信什么 但是我就信胡苏貞,比林郑月娥多 我自己本身有 林郑就不用这样了 我说了不是她的人好与坏 我常常说大家不要人生攻击林郑 林郑的问题是因为她平道西环治港延续下去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利益集团 《成报》说来说是团伙的问题 这个才是林郑背负的最大恶极,就是这个 而她是明知的,她过去的五年西环如何进入新日的政府 她不知道,她应该由江华放进去 她是共谋的 现在的公务员事务局长是谁放进去的 为什么要DQ邓国威呢? 为什么要踢走曾德成? 甚至我现在怀疑齐江被调走 他也可能有份 我再说一次,当日递上去要炒四个人名单 是曾德成、邓国威、陈家强、曾俊华 当日梁振英递上去给港澳办的名单就是 最终下来是炒了曾德成和邓国威 然后插了两个西环的人进去 这个是在林郑月娥眼皮下发生的事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扮无知? 然后你说特首民望低,就受拖累了 社会撕裂了 还有你还让这些人在你的分享大会出现 你扮无知,你阻止不了那些人? 周庸要离,你阻止不了? 梁振强你来,你阻止不了? 如果这样 即是说谁是你老闆 现在香港人反对的就是 不想西环做我们的老闆 所以说,这个就是最根本的矛盾 如果这么明显的状况 你都不愿意承认 胡苏珍是the lesser evil 的时候 那就真的没办法谈了 我想现在的争论是什么呢? 林郑不支持她,或者不给她票就一定了 这个不用说了,当然了 但是你要阻止林郑上海 你不给她票,当然了 如果你去冲林郑的办公室,我捐钱给你 罗冠聪 你总之每天去包围林郑的办公室 反对西环治港,反对阴点 那你就做事了 你来攻击曾俊华是等于在做事吗?你觉得 我真的不觉得 你这样做什么呢? 你的效果是在做什么呢? 你是在帮中联办 所以我说,攻击曾俊华是两条线的 一条线是来自林粉强 来自689 原有政府系统,包括谭治 另外一条线是来自泛民 这个我也理解不了 这个很清楚,另外一条线是来自泛民 我也理解不了,因为你们经常说原则 这帮人经常说原则 我们这帮人经常说策略 我跟你说原则 为什么 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攻击胡苏貞多过攻击林郑呢? 你跟我说原则 11月30日在农和道 发动一些人去冲击 他们在想原则吗? 他们在想策略如何退场 这一刻才是恐怖 你说人家是政治人,你们不是吗? 他们不是一样是一帮政治人员吗? 你真是说原则,我相信朱凯迪 我相信朱凯迪 十几年看着他 这就是真的说原则 我相信梁国雄 二十几年来司法覆核 每次自己上场 这就是真正的说原则 对不起香港众志,我不相信 这些是政客 你看过11月13日发生什么事你就知道了 这些是政客 11月30日 11月30日 这些是政客 所以我说今天你跟我说这番话 就是说你说服到公众才算 即是说现在香港人很清楚表态 如果你当选委是一个选举人票的话 你们选委就要根据选民的意见去投票 还有去提问 对啊 这个就是一个考验来的 我觉得我是从我那一句 你能夸不夸得过这个关口 是一个考验来的 这次选举委员会 你们拿到这样的票数 是过去香港人共同努力得回来的 而香港人今次 在首选举当中 他的意见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呢 非常清晰 虽然我没有选到选委 但是 我常常 有桌子选不了 这个 这个 有点点的感觉 但是 我也会想 尝试如果我是一个选委 这种思维 我去想 应该怎么做呢 你不是问一下文化艺术界的人 最简单的方法 你讲不通话 我觉得你拿回你的判断 还有你现在 原来发觉那个形势有变的 你拿回你的判断 这个就是唯一令你立于不得人知地的方法 就是咨询你的业界 有没有讨论IT的 你的IT vision就问回我 问我这班人 还有你 陈述这么多种策略也好 原则也好 就是让他们选 让他们给你判断 我应该是这样做的 置疑专业界别容易 我觉得 现在出事的通常是什么呢 立法会员 立法会员 正路你就去区问一下 你的选民去 都做到的 我自己觉得 好像在你的区那里做一些 一民意调查 再简单看铺就知道 其实看铺也知道 那个不是民意吗 是吧 NOW 领蓝 我觉得已经很清楚 明报的那些铺不是民意吗 其实很清楚的 你要咬我都可以说 当然 你可以再争吵就是 政治领袖不是跟在群众后面 但是对不起 他们不是政治领袖 我也是想说 其实你要分开 就是你如果对于 胡苏貞那23条好 或者是双普选好 其实是当他上台之后 我们还可以认识他 是之后认识他 就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打仗 他们有一个担心 就是觉得 如果他是这么高民望当选 我之后认识他 就会很难 他们也有这种担心 就是他们要对689 哇 好行好行都还可以 但是 原来如果胡苏貞是高民望当选的话 他们之后 比如说23条的时候 他们要走出来去支持 可能那些 到时支持胡苏那些 就变成港猪了 到了港猪 就会令他们很难抗争 我觉得他对香港人 就少了一些信心 我觉得 不单止对香港人没有信心 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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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世良你所说的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 是非常精明的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 我在雨晒运动一直到现在 最记得的其实不是梦忘初冲 也不是公民提名 是最坏郭兆杰 什么都毁过于人 从来自己是没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 不可以创造的环境 不可以推进的运动 我冲不了是因为郭兆杰 我设不到场是因为郭兆杰 如果是这样 就是一种这样的 mood 很多人说给一些机会年轻人 给一些机会年轻人 坦白说我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这么多人爱护我们 其实是没有的 我去示威只有五个人 1991年的时候 有没有这么多人出来支持 是没有的 反过来那些人太爱护他们 他们得来太容易 你知道吗 群众基础得来太容易 所以变成了他们觉得自己 已经是明星了 是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 要他们自己受的教训 其实是 因为那些东西得来太容易 我都希望他们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话 我看到最荒谬的其中一个论点是什么呢 反对less evil 就是这样的话 之后如果胡桑做得好 我们就很难开展民主运动 这个我也是接受不了的 我觉得 这样是不是我要 你们不如去请梁振英出来 或者求齐欣 叫齐欣求梁振英出生 如果是这样 鼎你梁振英在这里 你又说香港末日要移民 接着梁振英没得联合了 你又说找个好的特首 我们没得联合了 我们没得联合又要移民 又要移民 这个完全是逻辑问题 我觉得要抗争 怎会没得抗争 去到23条 即使他说白纸沖岸 白纸沖岸 那些阶段都可以 当时曾荫权民望最高的时候 朱凯迪发起反高铁运动 是二万多人包围立法会财政会撥款的 那时曾俊华财政与孙安派钱 整堆人去违旧政总 是要咬他 朱凯迪有没有想过 如果曾荫权上了一场的话 我们就没得玩 人家是不会这么想的 我觉得这些是低能兼白痴 说出来也会笑大人的嘴巴 其实说出来也会说得虐 如果让特首上去有民望和民意 我们就不用做了 特首有民望和民意 对香港人来说 我们追求的业务贵 说得出这句话 我觉得他们跟林郑很同道 即是mins变了搞乱 越撕裂越好 是的 越撕裂越好 原来大家是共谋者 原来是一个错误的误会 原来是上六八九 其实老董走了就怀念老董 曾荫权走了就怀念曾荫权 我想现在应该是怀念六八九 捷人其位 在香港众志前面 放了个帐 捷人其位 有时我觉得政治是讲论述的能力 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政治论述能力 可以说服公众 如果你要对今天曾俊华所代表的民意 你要有一套论述出来 你跟我 我可以带你去哪 你反省为什么梁天琪 游慧晶他们消失得这么快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政治论述 就是让香港人看到你会带我去哪 你说胡苏珍说不行 那你告诉我什么为止可以 你告诉我 斗争策略是如何 如果林郑上台 你说你能够临上台 好 林郑上台的话 你的斗争策略是如何 不要告诉我 还是用对梁郑英的手法 已经不行了 那你的社会阶级分析是如何 香港未来的主要政治矛盾在哪里 究竟是不是地产霸权官商勾结 你不是的 你那套权用来用去都是那几招的 原来是 地产霸权原来是梁振英那时候的招 你还在用那招 我再说一次 你看2017年特首选举 你要把握现在香港最主要的矛盾 而过去那几年 很明显香港整个政局的撕裂 是因为有一班 原本不属于香港政治建制里的人 掌握了权力 就是西环治港 就是西环治港 然后用了很多方法 去制造政治矛盾 包括鼓动港独的声势 包括出动到乡身乡黑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在香港的政治圈 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 是没有见过这五年那种丑陋的情况 令到我们这一代都很变化 好了 现在你说我们要去解决这件事 是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东西 你不要跟我说一筆各撥款 我觉得真是浪费 如果你走来我面前的社福损委 说一定要取消一筆各撥款才肯提名 你真是死了 浪费气了 所以我也不敢说文化体育国 我觉得你一定要 所谓大局大局的意思 就是你要对现在的形势 你从政的人有个判断 然后你有个论述告诉市民 为什么我们要提名真正 不是因为我支持23条 不是因为我觉得831框架是对的 不过当前香港的形势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作出选择 这个就是一个尽责任的政客 一个专业的政客 站在台前向人解说 你们敢不敢做 我觉得很简单的 他们是不同意的,怎么会这样做 他们现在经常说要制度 我们要求改革制度 我们要求双普选 所以 曾俊华我们不支持 因为他也是在建制里面 现在多数是这么说的 其实我就说 我经常说分开来说 不要混在一起来说 我们这些所谓的 讲策略的人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制度上的改变 我们也知道一个社会里面 当然要争取过的真普选 作为那个真是 如果是否则的时候 曾俊华 那十年之后 曾俊华 带过上 香港人拿过几次这些东西 刚刚对上一次叫港独运动 一样是这样的 我们要香港民族 建立香港民族 我们要建国 然后你问他怎样 怎样做 不需要的 时代革命 总之我们走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次 不是 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骗你的是梁振英 也是2011年时的一样 不需要建坟化炉 我们源头减废可以了 怎样做 不要紧 大家每人多走一步就行 再之前就毛泽东 土八炼哥 这些叫做18岁出来骗女的手法 即是说将来怎样 不要紧 我们只要相爱就可以了 其实意思就是今晚来我家 只是在一起而已 你想想 这些手法是不断不断的用的 在一些很幼稚去从政的人 我会原谅他们 但是如果你背负 你自己背负这个雨散革命的话 我就不会原谅 如果你用一种这么幼稚 这么不成熟的政治论述的手法 我觉得 因为在那个运动里面 不只是你们付出的 很多人付出 包括坐牢 包括投胞血流 不是只是他们付出 他们反而是最受到保护的人 不要再写文说自己怎么这么辛苦 在雨散运动里面 很多人是远远被他们痛苦的 其实到今天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 放在眼前大家的事实 我觉得 如果要撥乱反正 唯一就是Garrett of Siren 过去两年我们做节目 反来复去都是说这一点而已 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看不清 而是你觉得没有一笔过勃款 没有这个 831 831 没有全民费 没有什么什么 你这个圣诞树 我早就说了 其实你挂到那棵树倒也行 你可以挂N样东西上去 其实根本 不过总有人会做一些 他觉得忠于自己理念的东西 我觉得没所谓 但是如果在一个运动里面 你去攻击 曾俊华的支持者 以及提名曾俊华的选委 是远远比攻击 林郑月娥的话 你就很有问题 这个等于我过去 每一次讨论到民主运动的分别 一样 因为你的主要敌人 你骂老人的力量比骂刘晋英 不是啊 其实他们的邏輯 他们的邏輯 我觉得我开始理解 跟叶普成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那时候他觉得 主要的敌人是民主党 民主党三十年一事无成 现在的主要敌人肯定是曾俊华 因为曾俊华迷惑了香港的大众 然后香港末日 23条立法 他们认为曾俊华才逼 我现在开始明白 为什么他说他不是less evil 他是more evil 因为他有民意 他迷惑了香港的 继续了更多港珠 迷惑了你刘晋良 对啊 50多岁都被人迷惑 还以为是这么重口味 56 现在是66 所以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你会攻击胡苏珍多 比林郑月娥 这个就是热普城以往的logic 一模一样 我可以这么说的 激进运动是无不归路的 我今天访问梁天琪 其实梁天琪的水平是最高的 我觉得他的反省 就是因为他说自决星到港独 是没有群众的基础 而这种不断追逐更激进的目标 是激进运动的自然发展的logic 最终就是全包散 如果大家在过去这大半年 看着他们这样挖起衰落 而到今天 梁天琪的控罪是十年 由维晶梁纵行地是破产的 这个我觉得是政治现实 最残忍的一面 你问同情 我同情他们 很多人说他们是小学鸡 但是到今天他们承受的东西 远远不是罗冠聪这帮人 黄之锋这帮人承受的东西 我觉得残酷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如果我们 是要做一些香港主流泛民的民意的事 那些选委 想想清楚他们自己 去提名和投票的时候 究竟他们在代表什么 我觉得 如果从政的人没有一个改变现实的信念 我经常觉得你可以加入教会 教会团体有很多很纯诚的女孩 你可以加入支联会也行 支联会是一个压力团体 你可以加入一些传销组织 都是用来改变 将一些好东西带给人 传销组织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需要从政 对不对 去到一个选择的关头 如果你可以 初初说泛民造王的意思 就是推一个泛民自己人去做 从来我们的意思都不是这样 而是说你选择的离子 好 到这个离子成为主流的共识 然后就说原来那个是逼子 好 到现在的逼子又不够票了 自己找人出去嫁他票了 所以我完全不明白他们整个 想法后面的逻辑思路是怎样的 如果曾俊华变成了逼子的时候 那是迷惑人心的魔鬼 其实Devil和Evil有什么分别 有分别 Devil是魔鬼 Evil是坏的 邪恶的 Devil是魔鬼 即是在Marvel的comics里面 是怎样分的呢 即是在美式的英雄故事里面 哪个是Evil 哪个是Devil 我真的分不清 我也分不清 那你问我 我觉得Devil其实是西环治港 任何协助西环治港的都是Evil 因为那个Devil是西环治港的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说过去香港所发生的事 是因为梁正英过人的失误的话 那我恭喜你 你是一个很无知幼稚的人 是吧 那你以为林郑上台的形势 会比梁正英好 也恭喜你 你是一个很无知幼稚的人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是会比梁正英更税 比梁正英更税 因为他走得更通透的制度的难度 执行力高 当一个又勤力又转通漏洞的人 你说耍什么 你说耍做 耍什么 耍什么 没有诈刑 耍X 耍X 不过用在林郑身上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太好的 耍执骂 难做耍执骂 没有诈刑 那他说呢 我觉得 当他作起岳上来 他就是梁正英的十倍了 我不信 胡叔一条口疼疼的 一位这样的 阿叔 可以迷惑到这么多香港人 我真的不信 现在的规则是这样的 你看他已经有很多薯粉 你说余若薇说两句反对他 他已经被人骗了 我说不是不可以反对他 我常常说 你要有水平来提出你的论述 你提出你的论述是觉得 我们这样做是给提名 或者投曾俊华是好的 对政局是好的 我不介意你说 我是要反对小圈子 那我就落区去动员市民反对小圈子 不在那里打嘴炮 那你就在一个体制外运作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分歧的 没有分歧 你要是所谓的突显小圈子的选举 然后跟着配票给曾俊华 去令他入闭门 是没有分歧的 但你不要告诉我 最坏都是郭兆杰 还是你两年前最坏是郭兆杰 郭兆杰不知道他在哪里 因为我在地铁座了 我常常觉得没有完长进 我常常觉得 你永远的责任都是别人那里 群众不跟着你就是港珠 是的 永远都是你自己 永远正确 那你跟梁子有什么分别 对不对 我最不同意用港珠去形容香港人 告诉你这是一个借口 其实是帮助自己的失败开脱的借口 很简单 你在街边卖电讯卡 走过的人都不光顺你 然后又不懂货 不是自己的产品有问题 你的产品有问题 或者你的销售技术有问题 其实是 就算我认为泛文也是 你整个局面 你怎样预计梁振英 不连任的发展 你一早要对香港人有一个论述 不是看着形势怎么走 你怎么说 你应该面对着香港人 你这样才是Leader 你才能做到政治领袖的角色 现在不是叫你读你自己的政党的纲领 那些不用读 谁都知道 谁不是要双普选的 你不用提醒我们 这个预线运动的初冲是什么 但现在问题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 他作出一个政治选择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这个做法本身 是可以为香港带来什么 我觉得一定有downside 是没有本质上的冲突的 其实所谓的原则与策略 一个就是 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人说 放弃是有了薯片之后 就安乐了 以后不用争取真普选了 因为有了一个好的特首之后 我也不相信香港人会停留于 满足于薯片当了特首 就不会争取这个真普选 是两样东西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多的怀疑 现在的独男 能够看着屏幕 都不去现实上去认识女朋友 因为你真的现实上认识女朋友 你就要面对很多挫折和困难 要想很多方法去认识女生 但你对着屏幕就不用了 你可以变成一个很有型的英俊 你这么勾的 现在不是对着有屏幕的 对着VR 我没有玩过 我没理会这么严重 怪不得都会白了 我说不到你 看得VR多 兜口兜面质 顶不住 我们的科技界 你是选委吗 这个就是同样一样 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人 叫做无性生活 草食男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慢慢在自己的网上的世界 互联网也好 VR世界里面 他得到满足感 所以我说其实很多从政的人都是一样的 他那种的满足感不是来自对政治现实的改变 而是来自一个self-fulfilling的形象 他是一个抗争者 继续去做一个抗争者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或者他们的政治论述是很文清的 我看罗冠聪写的文章 我不觉得是政治分析 我觉得是一种很抒情文的 是一种文清的感觉 我看了一半就看不到 多不多斗就好 那又没有抗俊宇 抗俊宇好像转了一顿号 一顿号 什么时候不知道转句号 如果去到这个位置 如果长毛明天宣布出选 那又没有什么寄予给他 或者你会不会 我觉得长毛参选 第一 听着长毛 认清楚你的主要敌人是谁 你去攻击胡苏是没用的 你的主要敌人是林郑 共产党是阴点 如果是的话 你要认清 如果是你沿着这条路去 市民是会支持你 反过来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就会成为万箭穿心 这个就是你自己参选这个动作 你被人看到你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还有我也想说 现在距离三月的特首选举 其实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虽然大家现在收到一个 Bad news 就是说张德纲 这个叫做 落来深圳的宣圣子 刚才我们说了 这件事情 其实也没有很确实的证实 可能这几天就会有发展 但即使是这样 始终胡苏貞 我相信是会入门的 入门会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就是政治一天都延长 所以香港人 其实是在这个选举当中 仍然是有角色可以做 就是在这个民望工程 就是尽量令到 胡苏貞的民望提升 然后令到 林郑的民望插水 去到上一届 去到上一届 投票日之前 那长毛就有角色 令到林郑的民望插水 如果她同意 去选择the lesser evil 我觉得这个就是她的角色 在辩论台上 将林郑过去西九 或者这些 社福 各方面的东西 数出来 可能用十句话 数出来 将她所谓梁振英路线 我说清楚 因为这是今届选举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而林郑和她幕后的势力 一直想blur 所以我觉得 正正正就是因为她们想blur 他 就是承狂了 大家看不到 大家看不到 她就说梁振英落台 換了她的新人 和一片光 tenga quell 不升屏 原来整个基本格局 是不变的 现在我相信很多支持 薯粉的 那一班人 其实是不接受到这个格局 我知道那是建制派的人 不过我不接受 过去的五年 是主導香港政局的權力分配的遊戲 是繼續存在下去的 所以你看到689要躺身 鬥鬍鬍鬍是有原因的 梁振英要真正為交代 怎麼搞的 誰是在位的人 誰不是在位 不知所謂 我覺得是豁出去的 你明白嗎 如果我再說 奶媽已經坐著陸陸登基的話 她現在應該去逛捷地廣場 去Ferragamo專門店選鞋子 去盛莊那間 準備登基 陳太太訂了衣服 拿過來穿 真的 再不是去買日本珍珠的大頸鏈 怎麼會是這樣的 這叫四人摔角 怎麼會是二人摔角 真的 你想想 現界政府裏面 特首主要官員出來攻擊曾俊華 林鄭月娥將上一現界政府內部討論的問題 用來攻擊曾俊華 未計算左部 未計算升島 這些叫政權保衛戰 是神經病的 把胡蘇當作羅冠聰那樣打 我覺得最離婚的是一個在位的人 竟然叫一個 要交代 要提出提議的人去交代 你是第一名 為什麼叫三名交代 好像不關他的事 梁振英質疑曾俊華提出六成人去公認防衛的可能性 要曾俊華交代 不知所謂 第一 他現任特首回應這個政綱已經是根本 已經不是第一次 兩次黃牌應該是紅牌 不過我覺得他越出得多聲越好 所以我再講一次 胡蘇陣營傳出的消息 最害怕的那個叫馮偉光 就是希望他搬出這個雙江大炮 張志光馮偉光出來 就憤了 胡蘇陣 這樣就憤死他了 其實上一次發炮 令到林鄭的民望不見了十點 張志光在明報的筆陣 說換人不等於換路線 這是張志光定調的 所以梁振英2.0 如果林鄭要追殺 或者追兇兇手 就不要找我們了 我們只是複述張志光的意見 緊跟張志光的路線 這叫做冤有頭的債有主 你就回去政府總部晚上 駕駛車門口等他 出來就撞他 這個叫做張志光 第二個 令到林鄭的民望插水 再不見了五點 我現在生22點 先說十點怎麼來 第二個五點 其實就是來自馮偉光 就說鄧林鄭月娥不直 說鍾庭耀的民望是造假的 你記得有篇了什麼 在頭條日報寫的 網媒就封傳 說馮偉光為奶媽申冤 只是這個標題 大家都沒有看內文 我覺得是我的無聊才看了內文 起碼不見五點 就加上十點 好了 接著呢 十五加起來 不是 張志光五點 馮偉光五點 那就是十點 現在total還有十二點 這個敏史事件 他說沒有廁止 沒有廁止事件就兩點 這些叫做論盡小女人 地鐵 接著地鐵進不了閘 還有就是這個 煮菜可以吃活雞 就說要反對中央屠宰要吃活雞 這三樣東西加起來 每個兩點都六點 還有一件很厲害的 就是他跟傳媒老總說 中央不會任典其他候選人 這個五點 我覺得 這個很厲害 三大設施就是六點 然後再加上中央不任典 起碼五點 那裡已經是十一點了 就沒有了 十一加十就做一點 現在繼續幫忙 還有這個分享會後面的彭人 有周庸就不見兩點了 真的 還有梁志祥就不見兩點了 所以就 接著到現在 張德光出完雞之後 現在全線搶攻 大哥 李斯特城搶攻就死定了 大哥 找個江崎慎師踢箭頭 真是怎麼贏 你明知道你找這堆彈散出來 去攻擊胡蘇 其實就等於幫胡蘇助選 我覺得應該計入胡蘇競選經費 他可能想這樣 打爆他 反正他籌了這麼多錢 就是把梁志祥的人工計入他的競選經費 那他就很容易爆 他不明白胡蘇過去幾年的民望是怎樣得到的 是抽策梁志祥得到的 他又不知道自己樣子 口醜兼黑人爭 所以我甚至懷疑是不是 梁振英的真正接班人 其實暗地裡 摔角雙打的那個其實是曾俊華 梁振英要輔助曾俊華做特首 講了很久了 其實梁振英是什麼又港獨臥底 後來就泛民臥底 港獨之父 做的都是實事 我覺得梁振英我不知道 然後我猜明日後日都會來 現在就不會拿私人的醜物 而是拿一些政策性的 或者工作上內幕式的醜物 但我覺得這些是沒有殺傷力 除非曾俊華的狗是周圍大小便 拿這些可能已經有狗仔隊在埋伏 去埋伏 他又說原來他在預算期間 原來他是支持政策性的 如果說有什麼材料 可能是這類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早晚都會流出來 很多人就說胡蘇姆黑材料 其實不是 他要斷章取義地將一些行政會議裡面 討論過的東西 或者是在一些施政報告諮詢裡面 討論過的東西 斷章取義拿出來 去否定曾俊華這個人是不誠實 沒有誠意的 我覺得現在是人格謀殺的方式 你看到他今天主打那條線 都是由林粉強到梁振英到林鄭月娥 都是人格謀殺的方式 就是說這個人是胡亂說的 他的東西是不可信的 以及是為選舉的 是的 政客來的 是為選舉 但是我覺得 那時候做財產 很多事情可以做到他都不做 我覺得他也是忍不住口 他亦說梁振英有點不甘寂寞 自從他宣佈退選之後 尾光燈很久不見吧 你不要說尾光燈 龍蝦都不理他了 大哥 還想尾光燈 你試試回家龍蝦兜巴掃去吧 龍蝦不理睬他 他很高興 這麼好用 連任不動 最恨的那個龍蝦 搞得我連第一輩都沒得做 很簡單 像董太太一樣 董落台其實最仇恨的 董那個其實不是市民 是董太太 累到我沒得做紅十字會 沒A1坐 但你要想一下也是的 因為董太太跟董先生不是門當戶對 他們在利物浦的時候讀書式 董太太是好像讀護士 是一個普通家庭的背景 嫁給船王的兒子 你想一下船王家族那邊怎麼看這個女人 當然是貼我的金腔 其實他跟葉劉是很相似的 所以就受盡姓董那邊的白眼 直到董建華做了特首之後 他就吐氣揚眉 就可以在禮賓府打麻雀 找麻雀腳回去 其實是真的 不是說笑的 你想一下 對於特首夫人的地位 關注的程度 比董建華更厲害 所以為什麼有A1事件 就是這個原因 過由不及地 就會穿了一套護衣去沙士那單 所以你看到董建華下台之後 我猜董建華為什麼要搞這麼多公職 又要輔助梁振英 要做基金 不是 他不想回家 我想他跟何志平一樣回家給老婆 最壞都是你 扭著他耳朵 現在國家領導人也不差 董建華還是國家領導人 國家領導人的特權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只不過是過關的時候 有特別的通道 去到北京 從機場出去 其實是有護送的 有開路 但你知不知道 類似董建華的國家級領導人 在北京有多少個 我想在長安大街 扔球磚裡 扔死幾件 你想一下 對董太太來說 特首只有一個 你可不可以在中南海 紫光角開桌 這真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所以說龍蝦 如果回到689 你看到他現在 我想他真的很寂寞 除了出來抽插曾俊華之外 我想他真的不知道 有什麼可以令他自己覺得開心 所以大家參與 有人如果罵胡蘇貞 有人罵胡蘇貞 你作為民望工程者 就罵他 這也是一個辦法 總之 誰罵胡蘇貞 你就罵他 這也是一個辦法 我覺得現在 人們都會自動波 所以我說 高支柱在哪裡 只要你令到網民 自己主動來幫你 這個就是最高招 所以我覺得 他已經產生了這樣的效應 我覺得他要再走多一步 他拿了提名之後 他要下區 下區 他拿了提名之後 他要下區 如果他要造成 協民意 要逼中央這個局面的話 就要下區 我覺得 但是會不會有擔心 他下區 順順順 沒有所謂 我也有點擔心 沒有所謂 我覺得 那些人今天去樹人 給學生 但是不會是負面新聞 示威 因為第一 他不會戒嚴 不會出動很假的肥仔去打人 沒有那些高佬和出來幫他 警察面前不要打架 警察走下去才打 沒有那些事情 如果作為一個politician 你出來 campaign 你沒辦法應付到樹人的幾件彈傘 他扔彈也應付到 這些其實是表演的 給你機會表演的 是 你給建制派看得到 我都給他們插 其實如果處理得好 所以下區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是吧 董愚蠢 那個人不跟他握手 還有 下區始終 你就算遇到示威 都會有一班樹粉 也會幫你 保護你的 如果曾進華下區遇到示威 一定是組織出來的 你入樹人裏面 當然你遇到樹人學生會 因為樹人學生會是最激的 你記不記得 直接是孖叉支聯會 是妓女還是龜婆 就是樹人學生會 本土派 是啊 本土派 所以我就說如果你說下區 去搞他們的一定是民建聯 不用想 一定是西環 因為樹人你還可以說是學生會 是啊 但是如果你說下區 很簡單 就去黃大仙 如果黃大仙突然間有居民包圍他 一定是西環 是啊 有這樣的可能性 下區他真的會面對這個狀況 不知道他能看到 會面對這個狀況 如果我是公關顧問 如果這樣的狀況 立刻歡呼 最好被人劈屎 最重要是找人拿著iPhone拍攝 真的 千萬不要不帶iPhone出街 要拍攝那個場面 差了幾個尿袋 是啊 不要不拍攝 甚至不要拍到好像白頭佬 一個病人 要拍攝清楚他 把場面的人的面目暴露出來 告訴你 一放上網 立刻他支持他 立刻瘋狂的聲音 靈欲系 是啊 這個叫做野外靈欲系 拿支大陸 是比室內靈欲系 密室靈欲系更厲害 其實是在野外被人靈欲 是的 如果他想 在黃大仙遇到那幫左佬 那幫左佬出來挑機 質問曾俊華是否支持泛民 這樣真是天賜良機 我告訴你出動到多少人去攻擊他 一夜升五點 再讀一點的話 自己安排幾件來借 在區裏面借自己 插裝 插裝甲 不用插給誰 總之整幾件的大媽 講話有香音的 我覺得這樣 這樣下去 一 群星拱照我覺得不好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有一些 腦左衝出來咬他 那我覺得 就一次救了 如果包圍他 一次救了 那就一定可以翻盤 到時候我覺得 很多網上的評論員 就不用太害怕了 我們看看明天 漢江津 會不會出山 如果明天 張德光 在星期一面見這個新聞 都完全消聲匿跡 那我就真的有故說 就是說這個所謂 中央已經陰點 假存聖子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如果不是的話 你想想你太監折留聖子 如果他真的宣佈了聖子 你整班人怎麼不傳開去 為什麼不傳開去 說明我也不介意 不介意了 說明說到似層層 為什麼不傳開去 我到現在都看不到 這個不符合奴才邏輯 幾件的民建聯糧份 王國健 吳秋德 周浩鼎 那些都去哪裡了 1989都說沒有聽過 1989都說沒有聽過 陳勇呢 這些都去哪裡了 我覺得我那些文化界 文化小組那些都是一個指標 汪阿姐那些都還沒有表態 沒有理由 汪阿姐是聰明的 他說等黑茶廟 真的有智慧 我覺得真的有智慧 像嘉英哥和他一起之後 阿姐的智慧升得很高 我覺得很欣賞他們 對 我也很欣賞他們 很欣賞他們 很欣賞他們 那種率直和坦白 簡直不像在演戲 等著看黑材料 他沒有去林鄭那一天 我也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很簡單 那一天是一個虛火 歷谷底下 很多人要給中聯辦 就隨便 你叫我 人道也要禮道 就給他名字 所謂人道也禮道 接著要人道那些 一定是受制於 跟中聯辦有利益關係 於是就要很多人住醫院 所以就變成 很多人要入醫院 但是真的來不了 不好意思 接著有些人就出席 接著有些人就要去日本 我經常懷疑在東京和京都 我想初七天 我猜到全都撞到選委 建制派選委 對 撞到建制派選委 一起在銀座吃魚生 你又說進了醫院 是嗎 我又去東京進醫院 去醫圖 我去東京找護士 護士系列 究竟胡蘇生死 是否命員一線 我覺得沒有這麼悲觀 明天成報 有幾份報紙 在689下台裡面 是一個indicator 除了成報 我覺得是東方 東方是 我覺得它有一個觸覺 對於政治風向的觸覺 譬如新聞放在哪一版 我都說這次這件事 他都放在政治觸覺 是比較敏潤的 所以我覺得 成報 我不喜歡的卡通 這圖是差一點嗎 很有那種大陸漫畫 沒有辦法 我真的不喜歡張曉明 都聞了身 沒有辦法 你明明是過猶不及 已經超過了 算了 沒有要求太多 以為黑社會 就一定是聞 有時候你看不到 他的文章斷了 斷絕和寵嗎 江漢蝦 江漢蝦 那些文章 我想他聽我們節目 有些聽得懂 有些聽不懂 突然中間插了一段 不知無尼那間的事情 真的很奇怪 很明白 為何今天沒有去江漢蝦 因為昨天做多了一集 特別 於是他寫 晚上10點才播 追不及 追不及 他看今晚才一次過寫 明天有留意 你不是一路做一路寫嗎 那就要留意一下 應該有了 明天有 究竟有沒有今晚的keywords 是甚麼 我們掟檔檔也有用過 友將武兵也有用過 今晚我們的keywords 是甚麼 回蘇命圓一線 就看看明天有沒有落號 還有 張德江假傳聖子 還有靈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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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的話 一定是你們兩個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這三個信息不會寫的 其實會不會是三個人 一個叫做阿翰 一個叫做阿江 一個叫做阿蕃 一個叫做阿蕃 生死有名 富貴猶天 人工又不加 樓又買不到 沒理由被人拿著一條東西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不死 你儘管搓我條命 我條命越搓越硬 身為露汗 當然有奪命殺手 我們是鬧鬆 人人都是鬧鬆 我們再不奮起反抗 我們真的被人奪命 如果我們認命 就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 你為何要認命 一片鬧鬆